臺灣的藝術漂亮又好 國政改遷兩句話給你做參考 說第三歲第三 我們來說一個第三英國的古代號名 給臨紀報 可能有的我們財政的這些老朋友 你很清楚說這個代號名由來從哪裡 不聽全國國的頭 有很多觀眾朋友沒什麼了解 國政要來說給你做參考 提醒說那時候帶保障來到臺灣 他說你們 大家就要照顧人出去 自己政策 自己流產 自己開睡 他其中一個參考 讓臨紀 就是帶人來到第三堆 當然說開睡 以現在的角度來說 說比較白的 就是帶那邊部族的原住民 你帶人 人也要帶你 所以臨紀 剛才說這個參考 站在第三堆開睡的過程中 他來給邊部族臺時 當然為了紀念臨紀 台青帝國來通知臺灣的時候 就來宣布說 改第三堆說給臨紀紀 後來人說叫臨紀報 到一區李康寧 在政家發覺說 這怎麼反越多 到最後才來改一個最後名 說給這個第三堆 說第三 說南島 再來國政換說 我們嘉義跟台南 有另外一個最後名 這白河 白河以前的古名 這點子口 為什麼說有這點子口呢 國政說給你參考一下 因為按關鍵 接下來買到鹹水港 就是會經過白河 以前的人 你也知道 有載條塞車嗎 沒有啦 都會用膽膽的 都會用膽膽的 按山來 塞一些物資 買到鋼口 買到人買賣 總是山來有鋼口的東西 鋼口有鋼口比較既貨的東西 買賣的路途中 經過到山區出來 白河 頭一個角頭就是白河 白水駕流過的地方 然後來到山 山腳的 看到有角頭 大家當然也想說 要稍微笑一下 笑在這裡 喝一杯那裡 笑一個阿串 所以開始 有人去設點 有人來沿這裡 創侯可以買賣 而且人年久未親 鄉處叫這裡 給點口 同樣 來到192年 剛才國政說這年 南大林基保改為這個第三 192年 日本人 怎麼像 我們英早所說的點口 跟他一個名字 因為日本人說 這就是白水駕流經過 所以我們換來叫做白河爭